從我的角度來講 中國經濟已經硬著陸 已經硬著陸了 出口看起來還蠻漂亮的 但是我們都知道 它這個出口是人為的 中國會不會發生本土性的金融風暴 那會不會發生美國式的 譬如說這個07年08年 發生的這樣的金融風暴 那如果發生這樣的風暴的話 它是不是一個可控的一個範圍 然後要怎麼樣收拾 這樣的一個金融風險 那當初取得了 某些技術發展的成功的時候 其實明明是移植了這個外面 或者是偷竊 或是移植外面的這個技術 但是它會 它在這個整個政治演進的過程中 它把它跟民族精神 民族的光榮結合在一起 跟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它其實它就必須要 把這條路走到黑了 不管是研究哪一個 政治學的專家 還是經濟的專家 其實都看不懂中共在幹什麼 大家好 感謝大家對新聞大破解的支持 我們在YouTube頻道 粉絲訂閱最近突破了 20萬很感謝大家的幫助 不過呢 卻因為不知道什麼樣的原因 沒有預警的 也不知道任何原因的 我們突然被YouTube 取消了頻道的盈利資格 不能下任何的廣告 沒有任何的盈利收入 那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原因 很感謝大家能夠繼續支持我們 希望大家能夠動一動手 將移到下面的一個網址 去訂閱一個新的頻道 叫做新聞大破解隨選 我們的節目首播呢 每週一三五晚間的10點的首播 會先移到這個子頻道來進行 也感謝大家能夠持續的追蹤 能夠介紹給更多的朋友 我們感謝大家 我們每週一三五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